后来你会遇到一些贵人 对 没错 像娜姐他们 你从她身上学到了什么 她创造那个人物的那种能力 不由自主给我们非常欢乐的那种氛围 这个是我觉得她做节目 非常轻松自主的一面 我就很喜欢她这种状态 在浙江台我也有两个 一个是华少 一个是梧桐 我最早认识她的时候 就是《快乐蓝天下》 当时好像她也是个实习导演吧 但是呢 她就会跟同场的 就跟我们主持人聊 她想设计些什么内容 我呢 也喜欢在节目上设计内容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探讨一些节目里面 设计一些小环节什么的 从那个开始我就跟她关系挺好的 后来她在两年之后 就开始当制片人了 她就继续让我当主持群这样子 反正就是基本上她后面的节目 她都会觉得有我在 就基本的效果能够保障 而且我可以调动有一些 可能不太爱说话 不太爱表现的嘉宾 我就跟他们互动 拱一拱别人 让他们也多发挥一下这种 其实因为大家都藏着一份隐藏技能 也比如朗哥其实是钢琴大师 喜剧女神 天赖之声 唱跳歌手 我带动一下 就是有她在我的心里 就是我今天困了累了 懒了 饿了 我都不怕 首先杨迪在 不管她发挥好与坏 60分 发挥好了我们往上加 发挥不好最次最次 一定会及格 华少是我就是真正行过 拜师礼的师傅 真的是 我们主持界的拜师礼 请问什么样子 也得有一些见证 我是华少来 来 茶水 就还真是得 你还单膝这样 单膝 浸了一杯那个浸湿茶这种 对 然后 然后说了什么 就说今天是怎么拜师礼 以后怎么怎么 以后在这条道路上 多向您学习 像这句话是吧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拜完师了以后 你在整个的事业的 发展过程当中 她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首先就是 浙江台的 不管是外景节目 还有彭里主持 我都在她身上 学到非常多东西 她能在节目上 就是经常抛话给我 就在主持合作中 成长起来的 还要为各位介绍 我的音乐伙伴杨婷 大家好 我是爱乐伙伴杨婷 平时 这些料从哪来 我自己是属于这种 从小到大呢 我就很喜欢搜集笑话 我觉得好笑的笑话 我都会用那个 把它记下来 因为日常生活中 你真的是拿笔和纸 早期我是拿一个笔记本 后来我就用手机 手机记下来 对 你现在手机上有吗 有这个痕迹吗 我来检查一下 我昨天都还记了一个 好 再注意 我看你记着什么 反正 因为我的理解 但很多都是关键词 没关系 因为我写给自己 我用我的理解 行 你们看 被路人认出是郑和妈妈 停车库往下追滚动苹果 这个情节蛮可笑的 有画面感 在重庆 我跟我妈 我记得我舅舅停车 停到一个斜坡上 然后一打开 那个苹果 滚下去了 大概两三个 我跟我妈都是属那种 很抠的 就苹果就要去捡 结果 诶 诶 杨迪 结果 结果看到我跟我妈 她就跑 啊 我们在捡苹果 我再谈就是 我泼下去捡苹果去了 越走越远 他们想跟我拍照 我说不好意思 来不及 捡苹果 苹果 我跟她泼下去 我当时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还真的记 真的记 挺多 每一个生活的小灵感 你都记 就是 如果有的时候 聊天问的 你跟妈妈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啊 我就说 哦 有这干嘛 捡苹果 就带过来了 明白了 因为我对杨迪的印象是 他会很认真 做很多功课 以前比如要参加个什么节目 他都会做功课 大概在十年前 我跟杨迪一起在 一个海岛拍外景的时候 要表演才艺 怎么办 临时 学了说 然后看杨迪 早就已经胸有沉煮 来 放音乐 U盘都已经给人家 音空老师了 来 放音乐 就直接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杨迪很认真 对 表面上看起来很多东西 都是信手捏来 是随意的 但其实他是会 提前做功课的 肯定有他即兴的一面 但绝对有他 打好这一仗的准备 就我了解他的 就性格也好 以及他 这么多年 能够发展成这样 绝对不是 一时的偶然 所以我觉得 就像别人说 天才某一天 得到一个恩赐一样 我觉得那绝非偶然 一定都是他准备好了 或者说 他从来都在 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 邀奇帮助过自己的人 杨迪永远心怀感恩 殊不知 是他自己日复一日的 点滴累积 滋滋不错 潜心魔力 才用实力 牢牢握住了 每一次发光的机会 高地上处理工作 算是我生活的常态 不管是剪片子 或者看剧本 看台本 还有想接下来的节目 构想 所以没办法 硬着头皮起来 杨迪绝对会走 很长很长的那个人 你是绝对被需要的 虽然可能杨迪不是长得最帅的那个 但是他人格魅力是绝对在的 让奇帽不扬的自己被日后的引路人看到 在他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助推一把 毕竟唯有千里马 才能被伯乐发掘 有梦想的年轻人 当你喜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真的一定要去做 因为你不管是大事少事 一定会有人看到的 不管看到的人多还是少 好 我接着就问一个 其实这个关系要处啊 特别是在这个界别里头 没那么容易 这么多的关系 你的怎么相处啊 我秉持了一件事情 你秉持哪一件事情 这个古人说的真的有道理 胸拳不打笑脸 我不管我恨他熟不熟 我永远是做第一个 给大家打招呼的人 我也永远是做活络气氛的一个人 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 跟我录节目 他不会有一个不舒服的一种感觉 然后我也真的是真诚地跟他们聊 这是你的生存哲学吗 我莫名其妙就给大家 传递了这样的信念 我收到过这样的消息 比如说某一个剧组 他们要来王牌做剧轩 来的肯定都是剧组的演员 但是为了让本期效果的综艺感 会再提升一点 因为对面是王牌家族很猛 沈腾哥他们都很厉害 所以这边也需要一个人 制衡一下他们 但光靠这群演员 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 这个剧组人就会挑人 他们都会挑的是我 我一方面就是不是打抢风头 是去帮衬他们的 你会不会克制 有时候甚至刻意地 做出一些退让 我爸是这样的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 这一段好笑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外放一点 如果你遇到一些嘉宾 他本身有自己的一套 然后他们已经玩得肯开的话 这个时候我就退让了 我就这个时候就是他们的 如果有一些 看起来就没有照料到或怎么样 那种时候我们就要